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们的支持是小马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 Python Lens 几个关键字了解世界的动向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 需求就是说需要不停的抓到世界上的一些个关键字 人们都在想什么 都在搜什么 都在干什么 抓到这个关键字 要做一些个分析 对吧 正好我就用到了这个库 所以说今天做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吧 就这么一个咱们使用GoogleTolens Google趋势的API 咱们来操作一下Tolens这个库 看看能不能取到咱们所关心的那些个关键字 这个其实是个开源项目 咱们先访问一下这个PyTolens的官网 给您访问一下 我给您介绍的软件 99.99%都是开源 然后剩下的0.001% 那就是免费 是吧 那请看 就是它的Github 对吧 开源的 您可以读一下 这个地方有简单的使用方法 比如搜索美国的新闻 关键字 都是可以 没有问题 而且还能加代理服务器 对吧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是 是这样 一开始我想就是演示一下 这个中国现在都在关心哪些个事 对吧 我想看一些中国的网友 他们都在搜哪些个关键字 都在关心什么事 结果我发现 因为咱用的是谷歌的这个趋势的API 谷歌对中国是不开放的 对吧 所以说咱们没法应用 那么怎么办呢 我就选择日本这个国家 看看日本人现在都在关心什么 好不好 咱们先不管哪个国家 咱们就先看看这个库该怎么使用 好不好 咱们先少叙说的有点多 首先咱们先安装这个库 使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咱们马上开始 建一个库 哎呀 中国不开放谷歌 真的 也是没法说 好 咱们进入进来 然后咱们直接屁股安装 好吧 头链子够 我应该还没有安装 因为我做客件的机器跟我这个本机是不一样 跟我讲解做视频的机器是两个机器 咱们安装完之后 干什么 咱们看一下 看是不是安装上 list 我看啊 大家请看这儿 对吧 最新版本473 没问题吧 那咱们就开始使用 怎么使用 大家先看代码 一上来 没说的 import 对吧 import之后大家看这地方 我先实力化这个对象 然后这个地方传一个区域语言 这个地方我给的是日本 您这地方可以敲zh 对吧 cn 那个是中国 这儿敲没问题 但是检索出来的可能检索不到啊 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检索到这个谷歌香港 但是香港现在不也一堆问题是吧 好 不说了 这实在是没法说 时区360度 对吧 所有国家 然后这个地方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是检索了一个趋势 检索日本 然后呢 这一行就能够检索出来 当前日本所关心的一些关键字 就是您想要调查的那个国家 比如这传 印度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啊 然后出来之后 然后呢 这个缓回的对象是什么 是科学计算库pandas的一个表对象 叫做data frame pandas有机会我会给大家讲解啊 然后咱们这个地方 这是个表格对象 然后咱们进入一些直处理 下面这些东西看都是进入直处理 这个您不用管 反正通过这个代码 就把这个表格对象 然后您要的关键字 给您变成一个数组 存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下面咱们打印出来这个数组 来看到您要调查的那个国家 目前都在关心什么 好 咱们就这个代码 试试啊 let's go 清评 哎 我这怎么老大写 nano main.python 拷贝过来存盘退出 好 然后 咱们试试啊 交python 空格点门一回车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现在日本人在关心这些事 是吧 G-League 日本的足球 阿玛拉 亚斯莫拉 阿娜 这是一个这个 女播音员 对吧 阿姨美肯 这个colonavirus G-1 G-League现在开始了 吴拉瓦雷子 这是普洋红宝石等等吧 现在就也就是说 您调查的区域 国家正在关心这些个事儿 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这个呢 就是您要调查的区域的方式 下面我再给您讲解一个 咱自定义查询的方式 这个是什么 这是您要调查区域 调查国家 您这输入一个它的code 输入一个代码 就能够看这个国家目前正在关心些什么事儿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还有一个 就是说 咱们可以给一个关键字 跟着这个关键字 跟着这个话题 来看一下 大家的搜索的关键字都是什么 比如说 大家 我给您举例子 我这关键字 我给敲这个美中关系 对吧 现在中国跟美国不在发生好多事儿吗 对吧 咱们这是敲个美中关系 然后这个地方咱们指定 从今年开始五年 咱们这可以给一个timeframe 比如说在一天之内 美中发生的一些关键字 一些事儿 或者说一个月之内 或者说五年之内 都是什么 我这给您写了一个五年之内 好吧 咱们看一看能出来什么结果 好不好 很有意思 试一试 够 然后继续编辑咱们的man 然后这个地方咱们就都不要了 变成这个关键字 这两行把它屏蔽起来 这两行 我屏蔽这两行 是搜索日本当前流行关键字 现在不了 现在要搜寻这个关键字 全世界搜 看看能搜到什么东西 其实不是 这还是选的是日本方面搜 看看能搜到什么东西 好不好 试一下 够 存盘退出 清评 马上开始 注意看啊 够 大家请看 在日本方面 对于美中的报道 大家请看 有这么多 美中贸易 美中战争 美中摩擦 贸易摩擦 全是打仗的事 是吧 贸易战争 美中会谈 中国美中协议 对吧 美中关税 日经平均也出来了 美中合议 什么合议最近 中美地震 只是外交关系吧 南美通商 特朗普 特朗普美中 这就是您输入一个这个关键字话题 他就能把当前您要调查那个区域的所有的别人所检骚的关键字都会罗列出来 咱输入的话题 比如咱输入美中 你看这贸易战争也能出来 对吧 换句话说 它不局限于这个美中 您调查关键字 相关的关键字都会出来 我觉得这作为一个作为这个大数据分析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您可以用的工具 好不好 OK 按理说我这课程啊 到现在为止 今天给您分享知识 都完了 对吧 大家请看 我追加再给您补一课吧 补什么 文字云 什么意思 咱们出来这么多个关键字 咱们都调查出来 对吧 咱们能不能把它表现出来 让咱给一个权重表现出来 看看这个 哪些字 大家更关心 哪些大家少关心 这些不管 咱们把这些keyword 变成一个文字云的方式 能不能做 当然可以 这是今天给您补的知识 给您补一课啊 叫做文字云 怎么做 咱们就用到这个 博尔的cloud cloud 这么一个python 空 显少序 马上安装 咱们马上安装 let's go 好的 我的本机其实已经安装过 所以说这个地方马上就报 已经成功 是吧 ok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 那咱们就要开始试一试啊 咱们要把咱们调查出来的这个结果 咱们以云的方式显示出来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把这个word的云 字符云 文字云 input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 咱们需要调个字体 因为我今天给你演示的是这个日语 它检索出来的文字 所以说我要给他提供一个这个日语的字体 字库 好不好 我这提供了一个 在我当前文件夹下 出图 咱们要把它放成600x600 这个大小 你可以自己随便调啊 然后背景色 然后出图 最后生成哪个文件名 都可以 这些代码 我就不给您介绍 您就按照这个方式敲 就可以 咱们先少许 马上运行 出图啊 let's go 然后咱们先清评啊 然后咱们继续编辑 main.python 回车 然后在最下面 这个位置咱们放上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代码当中的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引用到了咱们刚刚获得的 这 获得的咱们这个谷歌一览的这个keyword的列表 对吧 那么咱们把这个列表在下面 进行一个文字云的输出 对吧 没有问题啊 先少许马上开始啊 go 存盘退出 清评 python main go 他先检测出来当前 比较关心的关键字 然后现在正在出图 出完了之后 出完之后 咱们用我这个browser看一下 explorer看一下 大家请看 出了一张图 点击看一下 大家请看 他会把现在找的关键字 以这个文字云的方式显现出来 大家请看 现在大家关心的 比如美中贸易啊 美中贸易啊 您非常的直观的就能够看到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工具 推荐给您 非常方便 同时 它这个颜色搭配啊 也是有好多种 这个地方其实叫做一个颜色列表 颜色map 这地方是可以调的 比如说我是春天 夏天行不行 summer 咱们试一下 夏天也可以啊 这个咱们就别美中关键字了 咱改一改啊 这个毕竟敏感话题啊 咱们打了屏蔽掉 咱们还是搜索一下日本的这些关键字算了 好 清评试一下 go 出来了 生产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啊 看 这些关键字都出来了吧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的直观 而且呢颜色主题多如牛毛都可以选择 这个小库也推荐给您非常的方便哦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呢 如果想了解世界的新动向 甚至说想了解某一个区域的人 正在关心什么事的话 您可以使用这个小工具 pythens 来实际的去测试一下吧 我感觉对于您今后大数据方向 大数据分析的方向还是有所帮助 好不好 今天呢把这个库推荐给您 同时呢 还给您介绍一个小知识 文字云的表示 也是非常的简单 您按照我的代码跑 就能够快速的生成您的文字云的图片 非常的不错 推荐给您哦 ok 以上就是今天做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可以下载直接运行 完全的没有问题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加转发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